由小儿麻痹之父尊荣的毕家氏医师 11月15号于家乡挪威安息主怀 享年93岁 这次礼拜在12月13号 在他所创办的屏东基督教医院举行 众人共同缅怀毕医师对台湾的贡献 子女也愿从挪威来台 接受总统府颁发包养令 他看到别人病人小儿麻痹的孩子们 可以站起来去学校 这些东西他就是非常非常喜欢看的 他自己经过的困难 他没有跟我们讲 好像不重要的样子 毕医师曾脱去防护医 关心饱受歧视的麻风病人 在小儿麻痹疫情横行的年代 更引进沙冰疫苗 为屏东4000名孩童免费接种 也尽心为病友制作拐杖和专属支架 除了1997年 荣获第七届医疗奉献奖外 他最感恩的是创办屏东基督教医院 把病人送到新的医院 去那个以前的地方 给小麻痹的孩子们用 非常守不得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医生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传道人 很守不得也很想念他 他可以用他的嘴巴 来帮病人把鼻涕吸出来 使我觉得很感动 世病友亲的毕家世 也创办了台湾第一个照顾小儿麻痹 和身心障碍儿童的胜利之家 今年屏东基督教医院 为了承袭毕爸爸奉献的精神 成立了毕家世基金会 继续守护屏东长辈 毕大夫带进来是很完整的一个治疗的方式 疫苗一直到小儿麻痹的手术的开刀 一直到小儿麻痹的复健 一直到小儿麻痹的支架 一直到后来一直争取让他们能够上学 那这个是在当初呢 是一个很不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情 你会觉得说毕大夫带就是 他真的就像我们的爸爸一样 他就永远都面带笑容 然后就是高高壮壮的 然后看到你就是一定会这样 那个展开双手 然后嗨 你好 这位孩子心中永远的毕爸爸 一生以服侍病人为荣的毕医师 他坚定跟随上帝 而且无私奉献的精神将永远存留在世人心中